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佩 我們今天來的兩位來賓呢 輕輕鬆鬆 小朋友在他們面前 一下就可以搞定了 哥哥姐姐的廝殺 我們最愛看了 我們來歡迎的是 西瓜哥哥 嗨 大家好 我是西瓜哥哥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西瓜哥哥 好 今天要跟西瓜哥哥 廝殺的是一位可愛的姐姐 我們歡迎月亮姐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月亮姐姐 好 當然在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領養師李婉萍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婉萍 我想要問一下哥哥姐姐們 通常都在節目當中 是合作的這個角色 是 沒有啊 尤其我們兩個更沒有 真的嗎 因為她月亮姐姐是第一次上 有關於做菜的 真的啊 對 她之前從來沒有我 她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既然如此的話 也沒有機會死殺到 是 你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對手的意思 應該是對手 所以你平常會做菜嗎 西瓜哥哥 我覺得好像再怎麼樣 都比她會做一點 可是女生不是應該是比較會 對於這種料理 應該是比較有興趣嗎 錯了 你們看她的手 幹嘛 跟我的手 你看這手這麼大 怎麼樣 手怎樣 你看她手這麼大 她是男人的手啊 真的耶 不會這樣 她可以單手抓籃球灌籃 所以妳的手是小孩手啊 沒有 她 我的手是小孩手 然後外加她又特別大 妳跟她比一下 不是 妳看我跟她的手比起來 這是怎麼搞的啊 我是男人 真的耶 平常呢 妳要吃的那種假日啊 去那種橋下面 不是都會打籃球 妳會看到她那邊跟男生打籃球 你不要一直誤蔑我的形象 我也是有那個很 哪裡 這是養公園 可是月亮姐姐妳平常會做料理嗎 其實就是煮煮水餃 煮煮麵 那妳應該不算是料理 好像不是 那今天還滿挑戰的 對 來挑戰一下 她說她那個就是緊張很久了 真的嗎 關於今天要來這裡 是 可是妳知道哥哥姐姐平常要哄小孩 小朋友不吃的東西 妳都要哄他們 說這個很好吃喔 一定要吃喔 那妳自己到底是不是挑食的人 我小時候很挑食 但是現在 我只怕一個東西而已 什麼 就是菇類 我還是沒有怕接受 各種菇類 各種菇類都不行 拿香菇在他面前礦 他就會很受不了解 看到也不行 聞到不行 吃到更不行 那西瓜哥哥呢 我自認 我應該是史上最不挑食的哥哥 那妳先舉個例子說 就是說香蕉哥哥很挑食 沒有 就是我發現 大家通常都會有一些 不敢吃的 可是我好像沒有耶 我就是從小 我長大之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像我這種人比較少 然後我就問我媽 我說那媽媽我小時候好癢嗎 非常好癢 就什麼都吃 然後大家會怕的 譬如說辛香料類的 我是那種辛香料還吃特別多 譬如說三杯雞 大很愛吃對不對 上來我是先挑薑來吃 我們最愛跟你這種做朋友 真的 就把那些不重要的東西 先幫我們吃完 對 然後煮那個雞湯 然後我爸是說 有煮雞湯要給我喝的話 他就說那個雞肉 弟弟啊 那個薑我有幫你放多一點 所以你就吃薑 吃薑還吃得比肉多 然後 好奇怪 三杯雞先吃薑 然後還有九層塔 對 然後雞肉最後 是 可是你自己是不挑食 但你要教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媽 因為其實很多小朋友很挑食 自己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小朋友說 可以融入那個情境 然後就可以吃東西 有 譬如說像我們因為 當哥哥姐姐 所以我們比較有機會 代言到卡通 像我之前有代言忍者龜 忍者龜 是那種爸爸媽媽 然後到現在新一輩小孩 都一定會看著卡通 都很愛看的啊 然後我就說 譬如說假設 不喜歡吃九層塔好了 對 或香菜好了 我會說那那個 小朋友那個忍者龜 最愛 非常喜歡吃披薩 因為那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它披薩上面 都灑了很多九層塔 天啊 你補補了 最好是披薩 上灑九層塔啦 可是你如果為了要 雖然我們有一點算扮 哄騙的感覺 可是你為了要引起小朋友的興趣 你必定要用一些方法 因為真的很多卡通人物不挑食 對 譬如說披薩上面有蘑菇 他就不吃蘑菇 是不是比他不挑食 所以如果你要卡通人物 就是說他們喜歡的卡通人物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這卡通人物會吃這個 對 那他們就會 你敢說 譬如說什麼忍者龜 他都吃九層塔 小朋友就真的會吃嗎 他們會啊 他們會 所以至少會願意想要先去嘗試 真的 之前有家長跟我說 就是喬虎有一集 就是說小朋友吃什麼什麼 然後就不吃什麼什麼 結果那個不吃什麼 就變成真的都不吃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很想投訴說 可不可以拜託多吃一些好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增加小朋友的進食這樣子 所以下次我們就要告訴爸爸媽媽說 其實喬虎跟忍者龜都吃燒酒 小朋友要吃燒酒 好奇怪 我們還是贏那個會有健康的食材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要吃太多 對… 但爸媽可以試試看 譬如說他喜歡喬虎或是忍者龜 或是其他的卡通人物 你可以跟他講說 這卡通人物喜歡吃這個 可能小朋友接受度就會稍微高一點 當然我們本身也有一點點效用 就是說 有時候爸爸媽媽真的會請我們錄影片 真的啊 對 譬如說要早睡早起 或者是不要挑食 就真的會有用 所以我覺得我剛好算是一個 不錯的飯本 因為我真的不挑食 你們就是那個啊 對 哥哥姐姐跟你們講不能挑食 小朋友就不能挑食 好 所以今天就要看兩位呢 今天要來PK什麼 當然我們就要連線給我們的 美食特派員 外景特派員大愷 看看大愷 今天在市場幫我們找到了什麼 特選食材 拜拜 就是娛樂今天帶你來到市東市場 介紹一下蝦仔 老闆 廖老闆 了當耶 要切到你一個休息時間很困難耶 行李今天太好了 你們家還有窗簾 我把窗簾先拉起來 老闆 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芋頭台灣產地哪裡最好吃 大甲的啊 大甲 對... 為什麼 總是要有原因嘛 因為它比較鬆嘛 它產地比較鬆 產地比較鬆 就是鬆軟嘛 比較好吃 然後它的是石頭跟沙子 他們種的 所以它比較好吃 就是種植的 對... 等於說它的產地裡面 它的土質就是石頭跟沙比較多 所以口感吃起來比較鬆就對了 對... 可是我們大家在吃蚵仔 不是都會喜歡吃那種綿綿的嗎 就鬆綿啊 鬆綿就是這個意思 對... 大甲的蚵仔特別好吃 幫我們介紹一下 蚵仔要怎麼樣挑選 就是比如說 我現在挑了一顆蚵仔 我要怎麼知道它好不好吃 要重 要重 對不對 要重 一定要重的 越飽滿越扎實的越好 這兩顆都夠重喔 對啊 都今天的 這一顆更重 好 對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我們是到菜市場 傳統市場看到的斷面 都是已經切好了 對... 所以這邊有沒有 沒有 不一定 它來的時候它這邊沒有 就是一樣沒有切 我們是要求它要切 來看得到它的漂亮 的斷面 對...白 要... 所以裡面的這個 等於說浴絲要夠白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紫色的浴絲 是要能夠分布得夠均勻 對... 對不對 老闆 那跟你請教一下 就是一般消費者買回去 芋頭大家最怕的 切洋蔥老肉塞對不對 可是切芋頭就會造成皮膚癢 這個辦法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它杜絕掉 先削好皮然後再洗 先削好皮再洗 跟先洗再削皮 有什麼不一樣 先洗的話會弄到手的話再削 它會弄到手臂會癢 尤其偶爾弄到手臂是會癢的 就是這邊對不對 對... 手臂上 對... 了解 就等於說你不要先讓水碰到芋頭 把那個會造成皮膚癢 過敏的那個物質溶解出來 對 等於說我們要把這個步驟顛倒就對了 對... 那我還有在網路上看到 坊間有一些做法 什麼用醋啊 用什麼先擦乳液啊 戴手套 那個我覺得沒有必要耶 都費工的 對啊 那是多此一舉 因為你這樣弄到什麼醋啊什麼 那你會弄到藕啊怎麼辦 然後弄到那個油啊對不對 有道理 只要先削好 不要弄到手臂就好了 它就不會癢 只要先削千萬進步 不要耶 削好再洗 步驟就是先削再洗再切 對... 對不對 所以記得要挑 芋肉裡面是白色的 然後芋絲要分布均勻的 就是一顆好吃的芋頭啦 但是呢 要怎麼煮才好吃呢 馬上交換給鳳姐伊佩 好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竟然是芋頭耶 可是芋頭真的滿特別的耶 你知道芋頭如果加在那個湯裡 尤其是火鍋 只要它開始糊掉的時候 我就會警告它說 那誰的芋頭趕快把它拿起來 對 很恐怖 因為那整個 很恐怖 因為那個整個湯 全部都變芋頭湯了啊 那煮的妳吃是可以的 妳也不喜歡 煮的 芋頭米粉我覺得OK 但如果是那一鍋火鍋 就會整個煮芋頭湯就會孵掉 就會覺得固固的 妳是不是也是 我完全不行 妳根本就是個挑食的小孩 我沒有 我芋頭會吃 只是那個火鍋裡面不行 就是要會把它夾到別人的碗裡 就是甜的啊 甜的芋頭都很好吃啊 我們今天既然要提到芋頭 我們要煮的是鹹的 不是 也有可能也可以煮甜的啦 就看你們怎麼去變換了 不過在今天要PK之前 我們要先關心一則健康的新聞 有很多朋友都喜歡小酌兩杯 像是我本人 我覺得這個新聞 根本就是為我自己而造 不要以為喔 再加小酌兩杯沒事喔 因為根據醫生說 就算你是小酌兩杯 也會增加離癌的風險 到底怎麼回事 不論應酬還是狂歡放鬆 幾乎離不開喝酒 不過喝酒傷身 最新的研究顯示 身體至少七個部位 會因為喝酒致癌 從酒精入口的瞬間 包括口醃 喉嚨 食道 一路到肝臟 結腸直腸 甚至是乳癌 都可能發生 口腔部的 或者是咽喉部分的癌症 可能還是跟這個酒精 它直接會有做 這個細胞的腐蝕 比較刺激有關係 不過目前還無法證實 到底喝多少量才會離癌 醫師建議 男性每天最好 不要喝超過兩個單位 大約是兩瓶罐裝啤酒的量 女性則是以一個單位為限 畢竟每個人體質不同 少量喝酒也可能導致細胞受損 癌症還是主要還是 比較偏向是跟基因有關係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會建議 就是酒精雖然是可以喝 但是酒精可以 一般講會對健康來講 是應該要限制它的量 酒少喝 特別是酒精濃度過高的酒 要優先避免 以茶代酒也是好方法 可別為了微醺快感傷了身 記者盧依宏 蔣玉琦 台北報導 這個新聞根本就是衝著我來的 你知道喝酒 醫生說是傷身 你如果叫我們不要喝酒 就很傷心 有時候小酌兩杯是為了要紓壓 可是新聞講的內容 大家不要看 因為他說的量是說 男生一天只要兩杯啤酒 女生一天只要一杯啤酒以上 就已經算過兩 兩瓶 兩瓶是不是 兩瓶 兩瓶那OK 是這麼大瓶嗎 罐裝小小瓶 375瓶 那個瓶的大小是妳自己設定的 可以這樣嗎 對… 然後特大罐的目標 好 所以注意囉 男生是兩瓶 女生是一瓶以上就過量 所以大家小酌的時候還是要注意 但是我們今天講到酒 我覺得是衝著我來的 但是今天又提到特選食材是芋頭 芋頭能夠救酒嗎 我們剛剛想說芋頭裡頭有很多的多糖體 它可以增強我們的人體的就是 自我的免疫力的細胞 因為其實癌症的發生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東西 你自己 因為我們身體擺就有好細胞跟壞細胞 所以你講好細胞是多於壞細胞 壞細胞讓它穩定的 其實就是一個好事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說就是 芋頭這個好食材 它就有如綜合維他命的好食材 真的假的啦 芋頭耶 因為芋頭我們在六大類食物裡頭的分類 它是屬於顴骨跟筋類 它其實有這個糖類 就是所謂的澱粉 也有少量的蛋白質和脂肪 再來就是它有很多的維他命和礦物質 所以像維生素A C 鈣 鐵 孩子這個成長發育需要的礦物質 它都有 所以它是不是像綜合維他命一樣 它是不是也含肥 對 但是它的量就是少 因為這個東西它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你看吃了還可以保健牙齒 對 可是那芋頭的話 如果是在分類裡面 是算澱粉嗎 顴骨跟筋類的 對 就是澱粉類這樣子 對 像是吃飯一樣 像是吃飯 那芋頭的熱量跟飯的熱量來相比 應該這樣說 大概我們一般吃飯的碗 大概三 我們芋頭應該是切一塊一塊 對不對 大概就是切成滾刀塊 大概三塊的量 就等於四分之一碗的飯 所以其實你應該這樣說 它沒有這個 它的飽足感上 其實沒有飯來得強 對 但是它的纖維含量 比飯來得多很多 因為芋頭吃起來會一絲一絲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為什麼 剛才會開頭就說 它就是有如綜合維他命的好營養 是因為我們的白飯的這個 維他命B群還有礦物質 是很少量的 對 可是我今天如果譬如說 像剛才大家說鹹的芋頭米粉 你就等於把這個綜合維他命 給吃進去了這樣子 好 了解 既然芋頭有這麼多的好處 而且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就是芋頭 所以如果說 那跟酒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 它是有多糖體的 可以增強免疫力 增強免疫力 增強免疫力 就是要讓我們的壞細胞 就是維持好細胞增強出來這樣子 對 以後我就一邊喝酒 一邊配芋頭魚來酒 天啊 好健康喔 好健康 真是個健康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補充一下 這一則新聞 就譬如說像地中寒飲食 它在抹 地中寒飲食大家第一個想到 就是有魚對不對 橄欖油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有適量的紅酒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鼓勵大家 大家就是說 我們如果這個地中寒飲食 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那一個主食裡頭 全部都是以顴骨根莖類 像芋頭 地瓜 糙米為主的話 你再去搭配紅酒 相對才會是安全的 了解 像我們現在因為都是白米飯 你搭配紅酒 或是就是這個 很精緻的麵包搭配紅酒 風險一定會高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吃 顴骨根莖類搭配紅酒 就OK囉 就是地中寒飲食 今天兩位要用芋頭 來變換食材 要讓小朋友吃 今天西瓜哥哥準備什麼呢 我準備的就是 奶油香芋餅 是把芋頭弄成泥的感覺嗎 對 然後把它包進去 對 然後要讓大家吃到 那種芋頭的香 然後也有奶油的香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它就是麵粉 就是大家吃一個 應該就很飽了 是 就是有種酥酥脆脆的感覺 好 那月亮姐姐端出什麼料理呢 贏了…這個贏了 這個我連看都想吃 蘋果玉丸 對 它其實也是芋泥 然後但是 因為我覺得光芋頭 小朋友可能會怕那個味道 是 所以我就裡面加入甜甜的東西 給他們一個小驚喜 就是蘋果泥 是 蘋果泥就是吃起來甜甜的 是 對 然後就是外面呢 就裹那個芋泥 然後拿去炸 就外面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又有甜甜的 軟軟的溫暖 聽起來 在夜市裡面賣什麼 真的耶 我也比較想要吃 要不然叫計程車回家 好 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的 四位小小可愛的評審 也是我們的小幫手 歡迎 Rion Jasmine Roy 還有最可愛的Rachel 好 四位可愛的小評審 今天就要幫你們當幫手 而且他們品嘗你們料理之後 會投票 會決定你們兩個的生死 有到這麼嚴重 沒有啦… 就決定誰會獲勝 好啊…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由月亮姐姐要先把我們 做這個蘋果日丸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包括了 芋頭650克 蛋1個 無鹽奶油4大匙 白糖40克 麵包粉1 2分之1杯 二砂糖70克 鹽1 1分之1小匙 太白粉75克 蘋果2顆 玉米粉1大匙跟 竟然是一個我很害怕的 肉桂粉1 4分之1小匙 但是因為肉桂是跟蘋果很搭對不對 對 它很搭 然後我那時候在想說 小朋友能不能接受肉桂粉 所以我就想說 先讓他們試試看 對 這個東西可加可不加啦 是 我今天派了兩個小幫手給你 分別是Rachel還有Roy 你要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今天做的東西 很重要的就是芋頭 知道芋頭嗎 芋頭 還有蘋果很好認吧 還有雞蛋 好 芋頭 蘋果 雞蛋 出動 Go 早餐 早餐 趕快 雞蛋 蘋果 其實是芋頭 比較怕他們不認得 芋頭呢 妳知道芋頭長什麼樣子嗎 不是喔 那是馬鈴薯 對...拿對了 對 好 拿回來... OK的 要試試 整個用扛的 真的 好厲害 謝謝 好了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剛剛拿了食材 包括了有芋頭 有了 然後蛋 還有蘋果 謝謝 阿姨把車停回去 好 芋頭洗乾淨之後呢 然後把皮削掉 對 但是其實在處理芋頭的時候 有時候有人 比較過敏的人 他手會癢癢的 對 所以要記得戴手套 要記得戴手套來處理 好 我們先把芋頭 這皮真的不太好削耶 好 沒關係... 妳跟妳講 我們有準備好的芋頭 太好了 對 這是妳來做料理 還是我來做料理 我真的不太會削東西耶 那其實芋頭洗完之後 削完皮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 先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對 切塊然後放到電鍋蒸 對 把芋頭蒸好之後 就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接下來 我們是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就要把它壓一壓 大力士你不是 力氣很大嗎 我可以 你可以喔 沒有 我覺得妳要 好 我們換這個好了 大一盒 因為我們除了芋頭之外 我們要幫它調味 調味是什麼意思 調味就是幫它加上其他的味道 像是小朋友 喜歡有點甜甜的感覺 所以就可以加一點糖 你現在不能吃糖 對 適量 然後把它壓一壓 把它混均勻 好 然後也可以加一點奶油 好 謝謝妳喔 加一點奶油 我們就把奶油弄化 我們把奶油先融化這樣子 融化 然後 對 然後這時候 也可以加一點點鹽 以防 鹽我不喜歡 好 加一點點就好 你剛剛糖加好多好多 我們鹽差不多四分之一 就是 就是幫它增加一點味道而已 然後把它們平均的壓壓壓壓 壓成泥 可以學 可以學 接下來你們剛剛是不是有幫我拿雞蛋 一顆蛋 我們把它加進去 你要打蛋 好 會喔 你會打蛋 好啊 那我讓Rachel打一下 你會打蛋 1 2 3 動 會 蛋糕 給我 給我 真的喔 那你們待會兒幫我 現在小朋友都會打蛋了 我剛好料理不用蛋 然後一樣蛋黃加進去 然後我們讓它平均 裹在這個芋泥裡面 然後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要把它弄進去 黑咻 你的口頭腩是黑咻黑咻的 就是配個音 有用力的感覺 好 就是雞蛋加在這個裡頭 它其實不只是做營養的增加 它在食物的營養學裡頭 它其實最主要是做一個 乳化劑的一個 爭愁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芋頭 大家都看到 它相對是比較乾 它比較乾 我們加了油的確會比較潤 但是我們的濕度來自於哪裡 濕度就來自於 就是雞蛋的潤滑度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油脂裡 跟這個芋頭給充分的融合 當然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說到 芋頭是顴骨跟筋類 蛋是蛋白質類 所以它們兩個結合 就是可以把這個澱粉跟蛋白質 都是兒童成長發育 是必須的 就混合在一起 對 混合在一起這樣 但是現在是有一點點水水稠稠 那我們要讓它成為有點固固的感覺 要變成芋泥的感覺 我們是不是要加入太白粉 對 所以太白粉 就是妳剛才在玩的這個粉 對 太白粉不可以沾 那個不能生吃喔 它不是糖喔 它不行喔 不能不能 不要全部喔 一點點來喔 慢慢的一點點 好 先這樣子 可以可以 因為我今天的這個芋泥還滿濕的 所以太白粉可以 妳確定不是太白粉不會太多嗎 不會不會 因為我等一下要拿它來當那個底 就是碗去裝那個蘋果餡 所以它其實可以稠度可以多一點 好 所以其實芋頭是一個非常好 當點心的一個熱量來源 譬如說 我們一般 譬如說我們吃這個洋芋片好了 它其實相對它的熱量也高 然後但是營養價值沒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今天用芋頭呢 它一樣是跟這個馬鈴薯 是顴骨跟筋類 但它的纖維膏 我把它拿來做成點心 相對你不只纖維增加了 而且它會跟著增加 了解 接下來就是要做那個蘋果餡 對 所以這邊有蘋果 然後我們要的是蘋果切丁 好 你們手手要小心 那我們輪流 我可以 尼尼附著這個 妳好棒 妳還會幫忙 好 你們看到下面跑出來了 然後 小小的 對我們蘋果就是要切 讓它小小的 好方便喔 好 然後 還不夠我們再多一點點 這樣等一下大家才夠吃 好 再來 我們越來越熟練了 很好 把蘋果切小丁之後呢 之後呢 我們要 加入糖 奶油 然後去煎 它就會變香香的蘋果 好 好 好 差不多嗎 所以今天我們的料理當中 還加了蘋果 其實蘋果裡頭也有纖維 那蘋果的纖維呢 是水溶性纖維多 什麼叫做水溶性纖維 就是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藝人 大家有沒有煮過藝人 上面是不是會稠稠的有沒有 那個就叫水溶性纖維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會說 如果說像有些人 這個拉肚子 就是很水的那個便便 就可以給小朋友吃蘋果 因為幫助它怎麼樣 把那個水水的便便 用水溶性的纖維把它吸附起來 它的便便就會比較固體 好 所以是水溶性纖維 那我們剛剛把蘋果切成丁之後 月亮姐姐剛剛是說先加糖 對 加糖 然後下去炒對不對 對 我們會加糖 趁它熱熱的時候 然後加糖 然後加一點奶油 然後慢慢的拌炒 拌炒 拌炒 要讓它這時候 水果會出一些水 就是蘋果會出水 你要讓它拌炒到那個水分都收乾 因為有加糖的關係 所以它就會變成 有像焦糖化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炒完之後是變成這樣子嗎 對 之後收乾了之後 我們還要加玉米粉 讓它有一點黏稠的感覺 這樣就會很像外面那種 蘋果派裡面的那個蘋果餡 了解 這時候挑戰來了 宜霈姐姐要挑戰肉桂嗎 對 妳聞到了是不是 我不喜歡肉桂味 好 所以這個蘋果餡裡面 要加一點點肉桂 對 但是我們在外面吃那個什麼 麥當勞之類的 它的那個蘋果派裡面 都有肉桂的味 對 所以你要不要讓小朋友試試 它肉桂的味道 肉桂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香料 肉桂到底對人體好不好 有什麼好處對不對 對 有什麼好處 好 其實肉桂 它這個味道就是喜好性差異很大 在國外 他們還會做成這個肉桂的口香糖 口香糖 對 有肉桂的口香糖 肉桂的好處 其實它對血糖控制的穩定度 是有幫助的 了解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甜點裡頭 加上肉桂 它的風味又好 而且因為甜點 一定會對血糖有影響 又添加了肉桂 剛好對於血糖的穩定度是幫助的 好 接下來是個大挑戰 妳不要給我聞 因為我不愛肉桂味 對 而且小朋友應該不知道肉桂是什麼 對 剛剛婉萍講說肉桂是可以幫助控制血糖 抑制血糖 那妳讓小朋友聞聞看好了 肉桂 大口吸 她不喜歡 那Rachel聞聞看 Rachel聞一下 香香的嗎 喜歡嗎 她喜歡 其實它有點甜甜的味道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味道的習慣 就是從小練習的 因為妳知道印度 其實他們很多的都是有肉桂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妳常常放在妳的辛香料 妳常吃它就會慢慢習慣 郝佳在我們不是印度人 妳最不喜歡就一直在喝 我不是印度人 可家可不家 可家可不家 但是妳今天是選擇 稍微加了一點點 讓小朋友嘗嘗 接下來呢 妳們要看我有沒有變成一個小碗 妳就是要這樣搓搓搓 等一下妳負責幫我搓搓搓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們就是差不多這樣子的芋泥 然後把它挖一個洞 這邊中間 然後這裡就是有個小碗的感覺 有沒有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蘋果 放在這個小碗裡面 把它裝起來 然後看妳要多一點或少一點都可以 然後 裝進去之後 看得到嗎 給鏡頭拍一下 對 有沒有像一個小碗裝著蘋果 好 然後把它 想辦法把它包起來變成一個球 這時候呢 就是跟小朋友捏黏土概念一樣 不夠的話就薄一點點 再甜一點 這樣子 就越包越大 對 然後它就變成這麼大一顆的球 我的家裡都超大顆的 就變得像滾雪糕一樣 越滾越大 對 對 然後把它搓一搓 好 這樣就是一顆了 那妳們可以幫我把那個袋子打開嗎 其實這個餡 其實妳再稍微變更一下 這個加入太白粉 妳不要加奶油 其實就像是藍芋一樣 這樣子 對耶 那只是說因為 就是說大家就會問說 那我到底要多少的粉 其實沒有決定多少的粉 因為它只是說妳的粉多於少 會影響到那個芋頭的味道濃乳重 然後口感的軟與硬這樣子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就是可以 大家在家裡就是揉一揉 然後就可以煮成就是那個藍芋湯這樣子 也很方便 而且妳說在外面賣的那種芋泥球 它可能有一些是用色素 或者是香精 讓妳聞起來有芋頭的味道 其實不只 就是大家一定有吃過那個大福有沒有 大福有時候會有芋頭餡 或有時候我們會做一些那種 吃得到那種芋頭餅有沒有 那個其實它不只不是芋頭 有些甚至是用紅豆去做的 用紅豆 但是它加了芋泥精和芋泥的香料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有一些 對 然後有一些 因為妳知道其實真的 妳大家看一下現在這個芋頭有沒有 因為它是有纖維的 妳看這個顏色 妳覺得妳 如果妳覺得妳在外面買的顏色 比它更紫 妳覺得合理嗎 大家在現場都有看到這芋頭的顏色 對 它蒸完以後 它不可能會這麼的紫 這太紫的反而不是 對 所以太紫的顏色 真的耶 都不合理的樣子 而且有時候我們在外面買到的芋泥 或是吃到包在裡面的內餡 它是沒有一顆一顆的 對 那麼再來 肉妳幫我聞一下 妳覺得這有芋頭的味道嗎 有 好 我們今天是沒有對照煮 其實如果來一個芋頭的餅 妳就會發現芋頭的餅 好有芋頭味 對 可是妳們聞一下 這個很有芋頭味嗎 其實沒有那麼濃 對 所以它真實的 真實的食物味道 不是真的這麼的重 對 所以一定有添加一些有的美的 所以妳在家自己做 最安全的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有準備這個麵包粉 麵包粉 對 太紫打開 我們把它加進去 這時候讓它外面裹上一層麵包衣 好 這時候你們可以這樣咚咚… 去彈彈它 讓它全身都有穿到麵包粉的衣服 好 我這個方法很不錯耶 很方 對啊 小朋友也可以 好 麵球來一下 多裹上 輕輕的弄 輕輕的弄 好 這個是有裹上那個麵衣的芋頭 對 等一下就可以拿去油炸 好 所以妳就是用油炸的方式 那大概幾度的溫度炸多久呢 其實就是看妳的火候 你要控制好 因為它其實已經蒸熟的芋頭 所以它其實已經是可以熟的 你要讓它外皮那個麵包粉 炸到有一點黃金黃金的感覺 對 其實那樣就很漂亮的顏色 了解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先 炸好一份了對不對 沒錯 超像在外面賣的 是不是 但是重點是我們是真材實料 對 自己蒸的芋頭做的 對 不過我有一點疑慮是說 是 婉萍在這邊妳會不會對於 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吃炸的東西 對 我正要補充 就是其實不用擔心 我覺得應該就是小朋友 要看狀況 譬如說像有些孩童 他的這個活動量很大 然後像小男生 他都沒有停下來過 然後妳知道我們小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爸爸媽媽 他做的點心其實就是這一類 炸芋頭炸地瓜藥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需要熱量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熱量來源 炸也是提供熱量 芋頭本身的澱粉也會提供熱量 但是它裡頭的纖維膏 又有維他命B群 所以它會比一般吃餅乾來得怎麼樣 還要來得健康 了解 餅乾大家可能覺得餅乾沒有炸 但是餅乾的油量 沒有比我們這樣炸出來的芋頭來的 這是真的 其實你用餅乾用西油麵 你稍微吸一下 真的是油到不夠 對 所以就是健康的食物 你用炸的方式 對於體味正常的孩子 或體味很瘦的孩子 他都很OK 我們只有在體味 比如說他比較需要做過重 體重管理的孩子 那我們這個才要換一個方式去提供 了解 好 剛剛這一道呢 是非常真材實料 這個芋泥球 是我們月亮姐姐做的 接下來我們就換西瓜哥哥登場囉 好 接下來是西瓜哥哥的奶油香玉餅 用的材料有哪一些呢 奶油香玉餅的材料 有中筋麵粉400克 鹽一小匙 芋頭一個 奶油30克 跟二砂糖適量 所以其實用的材料滿簡單的 其實滿簡單的 所以我就是希望說 就是如果大家學會的話 簡單的材料 在家裡就可以自己做了 了解 那你要請兩位小幫手幫你拿東西 好 現在你們知道要拿什麼嗎 幫我拿芋頭 GO 幫我拿芋頭 GO 沒有 你要三個一起講完 三個一起講完 對 來 芋頭 芋頭 然後還有麵粉 然後還有奶油 好 GO 還好剛剛有月亮姐姐 她們現在認得芋頭了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就把它拿過來囉 奶油 麵粉 好 跟月亮姐剛剛處理方法一樣 洗乾淨之後呢 然後把它切片 切片 然後切片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電鍋裡面蒸 用蒸 對 所以可以看你們想要蒸久一點 就會比較軟 對 就好了 所以一開始的步驟 你們兩個處理是一樣的 處理差不多 OK 好 那我們蒸好的芋泥 就是像這樣 就把它壓碎就好了 對 OK 所以其實這個步驟呢 算是滿簡單的啦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就可以加入 這是奶油 你可以幫我加嗎 加一點點 加一半就好了 不能太多 就加入融化的奶油進去 對 融化的 室溫的也可以 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奶油其實吃多不太好 對 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用的是 純動物性的奶油 就是我們不再使用這個 所謂的人工脂肪或是酥油 那因為這些酥油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 體內的荷爾蒙的一些反應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就是 呼應大家就是 就是用傳統的 就是天然的動物性的奶油 是OK的 好 現在呢要加一點砂糖 那換妳幫我加一點點就好了 妳不要太甜 那個有點太少了 來 休閣幫妳 然後妳往這邊撥喔 好 這樣就好了 妳喜歡吃甜一點是不是 好 那這一點好了 好 OK 我也喜歡吃甜 妳也喜歡喔 好 那我們就 把它這樣子攪拌 好 現在一開始 感覺是跟月亮姐姐 在做內餡的感覺是一樣的 差不多 可是精細程度不太一樣 妳的意思是說 妳比較精細就對了 沒有 也有可能是她比較精細 好 妳要攪拌 好 妳要攪拌 妳攪拌…就好了 真的嗎 沒關係 妳攪拌 我可以做下一個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那妳們要攪拌喔 輪流攪拌 再來呢 我們有準備好的呢 就是我們的麵粉 麵粉呢 就是看妳們要吃多少 吃多少就加多少 然後呢 再加入一些些鹽巴 好香 鹽巴呢 因為別在湯匙上面 就是為了要讓它的那個 延展性更好 然後呢 我們準備好的熱水 就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熱水的量呢 就是適量就好了 OK 妳要攪拌 其實就有點像 在做麵包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呢 其實我這一次 是我第一次自己做東西 用到沒有用酵母的 因為通常都還要發 對 應該要發嘛 然後我發現中筋麵粉呢 真的 你只要放它差不多半小時 對 然後你煎啊 然後或者是小小炸一下 很Q耶 對 完全都不用用酵母 好 所以今天是選用中筋麵粉 然後沒有放酵母的去讓它發 但是就是讓它 拌好之後 是不是要等它一段時間 差不多至少半小時 OK 對 然後我之前做的時候 我放到隔天 真的 隔天效果更好 所以就是越鬆越好吃 就看妳有沒有時間 對 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可以了 OK 像這樣子拌一拌之後 其實因為要等待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在錄影之前 我們已經有先弄好了一個麵粉 對 好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這個是沒有加酵母的 然後放在那邊 讓它發大概30分鐘左右 就差不多了 如果一般只是 時間比較短的話 用這個就可以了 其實我在網路上有看 他們就說 那比如說撒手粉 以前大家都會說手粉是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對 我也來查一下 他們就說其實 如果你是用中筋麵粉 其實手粉就是中筋麵粉 就可以了 對 其實這樣好的粉都可以 其實低筋 中筋 高筋都可以 它只是為了讓它沾 不要讓它沾黏而已 好 那就這樣 其實如果我們平常的話 就做 看你比較有大小 如果想要吃多一點的話 那就做大一點 然後小一點的話就這樣 你要吃多一點 你想要吃多一點 那你待會兒可以做多一點 就做這樣 然後芋泥借我 好 芋泥換給西瓜哥哥 好 就直接把它挖起來 放上去 其實它麵團的在處理上的話 因為我們平常 我自己在家有做麵包 所以麵包它發完之後 它其實在二次發酵 雖然我們今天是沒有加發粉 或是酵母粉 但是它麵團 讓它放在那邊30分鐘之後 然後你是把它切成等份對不對 我其實今天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有一個外景節目 對 然後我在那個外景節目裡面 就是出了名的 什麼東西我都想要做巨人版 巨人版 所以我今天有做巨人版的 是 好 可是巨人版的跟這個 平常做的這個版 其實是一樣的做法 只是我把它做的大型一點 然後你就把它包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搓圓 然後開始就可以做成你想要的形狀 當然盡量不要太厚 因為如果你要進烤箱烤或是煎的時候 你太厚的話 相對那個時間就要比較久 是 好 那現在這個用完之後 你就可以捏你想要的形狀好不好 那我就可以做別的囉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就把它做好之後呢 就直接把它放到烤箱裡面烤 我烤了一個特別的形狀來送給大家 所以意思就是說 捏完像這樣子的麵團之後 你把它擀成你想要的形狀 就可以放進去烤了 甚至是你用那種像這種 餅乾膜 你想要做那種一口吃的 也可以用這種 你就可以把它分切成 然後只要裡面都要有芋泥就對了 是 然後塞進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今天西瓜哥幫我們做一個 特別版對不對 是 好 特別版已經做好對不對 沒錯 就在這裡 江炳仁 江炳仁版的 好可愛 可是實際上我沒有做過這麼大的 這個模式去哪裡買 也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買的 有一天我就在家裡發現了它 真的假的 我想說是聖誕節前後 所以你這個就是要做很大的 就要做很大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做過這麼大 所以我不知道吃起來 會不會跟我平常做小的一樣 你沒有先吃過對不對 沒有耶 好 還有腳再吃 沒關係 反正不是我試吃 不是我沒有試吃 對 但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應該會啦 但弄完之後是不是要裝飾一下 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準備了 像海苔 海苔呢你就可以做那個 剪成它的嘴巴的樣子 像這樣子 是 然後 其實我覺得裝飾的部分 就是隨大家喜好了 對啊 你就看你想要幫它 做什麼表情啊 都OK 不要做也可以 對 好 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眼睛呢你就可以那個 譬如說用個巧克力啊 巧克力球 好 來個紅綠好了 好 有點聖誕節的感覺 聖誕節的感覺 然後 然後也可以幫它那個 扭扣 我們也可以呢 就是說因為有些家長可能會 其實不是可能 像我自己不太喜歡 太彩色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 譬如說奇異果果醬 它就是綠色的眼睛 那我們可以用草莓果醬 就變成草莓的眼睛 所以你也可以用果醬 去做一個來搭配的方式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薑餅仁 就已經完成了 裡面是有包內餡 有芋頭的 就不知道小朋友 會買誰的單囉 好 我們接下來馬上要進入我們的 PK評審時間 好的 到了我們最後的評審時間 究竟是西瓜哥哥的 奶油香玉餅 要PK月亮姐姐的蘋果玉丸 誰會獲勝呢 接下來就是 他們小朋友的試吃 還有評審投票時間了 好的 我們先吃月亮姐姐先做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先吃月亮姐姐做的這個 玉丸好不好 這隻大家先吃 真的耶 妳這麼厲害 好 先吃玉丸喔 若宇妳剛剛不是很想吃嗎 Rachel OK 都有吃到了對不對 YES 好 Jasmine把它吃光光了 Jasmine把它吃光了 因為她很餓啊 她餓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吃 西瓜哥哥 西瓜哥哥剛剛做的 玉餅 好不好 來吃這個 她剛剛已經把它切成小小 而且上面有灑 有淋蜂蜜 若宇為什麼要用這種吃法 她懶得拿 咖啡來擦吃法 好做自己 好 妳喜歡蜂蜜是不是 對 她想要把蜂蜜全部都沾完 OK Rachel也吃完了 那個Ryan妳吃完了嗎 吃完了 吃完了齁 好 不過呢 在小朋友投票之前 我們當然要問一下婉萍 妳剛剛兩個都吃了對不對 大家兩個都吃了 先幫我們預測一下 因為妳自己也有小孩 應該很多小孩的心理 我覺得小孩的心理很難預測 真的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我們就外表來看 就是這個薑餅仁非常的討喜 就是整個面向 可是很神奇的是 其實任何圓圓的東西 是一個孩子都喜歡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外觀 他們兩個就已經都還滿這個 不相上下 口感的部分 其實這個薑餅仁的部分的味道 它有點像是北方大餅 它的嚼勁比較多一點 對 然後它的芋頭比較不會是 一層麵粉 一層芋頭 它有時候有一些會融合在一起 就會有另外一種風味 可是因為剛才妳會發現 孩子一直在吃蜂蜜有沒有 這樣就可能 到時候我不太敢肯定 就是他們是覺得蜂蜜好吃 還是那個 了解 有可能會因為蜂蜜 因為你入口第一個甜 就會讓人家覺得喜歡這樣子 那這個芋頭球 這個芋泥丸 芋泥丸 它就是一個 真的還做得很像這個 夜市在賣人這樣子 對 吃起來的感覺也不錯 那我們剛才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有加一些鹽 我個人是覺得其實鹽有加沒有加 其實不太需要這樣子 對 如果你喜歡吃甜一點的 就把鹽拿起來 如果你喜歡吃 就是有點甜鹹甜鹹的 那這個比例就是很OK的 了解 那如果這兩個在PK 你會預測是原果生 我先預測這個會 我先預測這個會 真的耶 對 因為他們 那我現在不敢肯定的是 那個的原因是因為 它加了蜂蜜 對 它加了蜂蜜 會影響 因為口感很明顯的就會影響 但是它的嚼勁我很愛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們那個 我喜歡吃大餅 對 大餅 對 我喜歡吃大餅的那個咬勁 可是因為有時候孩子 他的這個牙口的關係 他們不一定這麼愛咬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很貼心 他幫我們剛剛切得很小很小 對 就像小餅乾一樣 而且重點是他還很幫你 他在上面撒了蜂蜜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了 好 Ryan先來好了 好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那個是球球的 然後那個是送薑餅人那樣子的 上面剛剛有蜂蜜的 好 決定囉 那就投票吧 他投了大餅一票 好 換Rachel 你決定了嗎 決定囉 好 幫我們投票 果然你看 女生選了玉球 玉泥球 好神奇喔 不然我們再來男生一票好了 來 Roy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那個是玉頭球 但是我有覺得他會投誰耶 真的嗎 可是很難 因為他剛剛有吃一口 他就不吃的啊 但我不知道 因為小朋友的心很難預測 好 幫我們投票 GO 果然 對啊 好 接下來Jasmine是最後一票 扮演很關鍵的一票 攸關於到底會不會平手 還是 或者是西瓜哥哥會獲勝呢 你有決定好了嗎 好 請投票 好有精神喔 你知道哪一個是那個嗎 他猶豫了 他猶豫 天啊 好... 那你來... 他真的有在選耶 他有在選 他兩個都有吃喔 我們最後宣布是 西瓜哥哥獲勝 3比1獲勝 不過我覺得 月亮姐姐做得也很好看 對啊 真的 如果說我們在夜市 也可以吃到這麼健康的 那老闆就是實在太有量了 要去擺攤了 好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也謝謝我們的營養師 謝謝四位小朋友 就是娛樂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